夫妻名存实亡,没有情感的五个行为,你中了吗? 婚姻的好坏从来都不以女人的贤惠,男人的情分为标准。 一段婚姻除了两个人相爱相守,更重要的是尊重和责任。 好的婚姻能成为彼此心灵的港湾,而不幸的婚姻只会沦为爱情的坟墓。 一,互不关心。 以前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,对彼此是关心你的。 当一方感冒发烧的时候,另一半会不知所措,流露出很糟急的样子。 这就是爱你的表现。 如果说现在你生病了,或者说受伤了,你的另一半对你漠不关心你,毫不在乎。 那这样的感情也可以说是走到尽头。 因为爱一个人,会爱另一半的全部,你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感冒,他都会心疼。 啊,彼此有很多隐私,婚姻中要保持绝对的忠诚,就如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一样。 每天我们会看对方的手机,知道对方的全部。 可是一旦婚姻走到快尽头的时候,彼此就有很多隐私。 比如手机上会有很多位接电话,聊天软件也都上手,不让你看。 甚至有的时候半夜才回来,对你更是毫不在乎。 就算你问他去哪儿了,他也会对你滋滋呜呜,说不上话。 这样的爱情最让人心累。 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,彼此要多沟通,如果沟通不了,还是早点离了好。 三,缺少交流。 男女双方过日子,少不了伴嘴,吵架,这中间会发生很多矛盾。 有的是因为孩子,有的是因为金钱,有的是因为家务。 种子两个人在一起,矛盾会发生很多。 如果说两个人缺少沟通的话,这些矛盾也就没有办法解决。 长期以往,就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一无所有。 所以说,无论发生多大的事,两个人都要及时沟通,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,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,这样彼此的爱情才会长久。 四,无性生活。 老话常说,有爱无性,趁早滚蛋。 婚姻中也是这样,如果说男女双方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不进行防事的话,那么肯定有一方有问题。 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没有胜利需要,如果说长时间不做的话,除非是出轨,要么就是对你的一点感情没有了。 所以如果婚姻出现这个问题的话,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,可能对方出轨了。 五,意见不同意。 夫妻双方意见统一非常重要。 老话说,夫妻同心,其力断金。 只有夫妻同心同利,日子才会过好。 如果说遇到一些挫折,你们的想法不一样,意见不同意,不仅仅双方会闹矛盾。 而且事情也办不好,久而久之,你们会互不尊重,互不相让。 与其这样干耗着,不如两个人多沟通沟通,彼此都尝试着改变,才能把日子过得很好。